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 头驼渊小头红红为您播讲 陈东创作的 遮天 后期制作 小白菜 第462集 直接飞过去不行吗 太丢人了 这有可能会被打回来 李黑水想了想 在人群中寻找儿后眼睛一亮 有了 他盯住一个大教弟子 嘿嘿笑了起来 那是五行宫掌教的第七弟子 我见过这个家伙 五行宫这名弟子 花费天价 登临了一艘巨大的龙舟 比旁边的玉舟高一大截 很是壮酷 叶凡以为他要搭顺风船 哪只李黑水走了过去 将五行宫第七弟子的一名随从 叫到一边一阵耳语 结果 那名随从火烧屁股一样登离龙船 前去禀告 什么 五行宫的第七弟子顿时变色 快速地走向龙船 急匆匆地穿过人群而去 李黑水 被大摇大摆登上龙船 而后向叶凡招手 把他也请了上来 周围的人看得莫名其妙 不知道怎么回事 龙船便换了主人 但也不好深问 就这样看着他们进入大湖中了 你对他说了什么 仅仅提供了一个消息 说他那看兵母老虎般的未婚妻来了 李黑水满不在乎地答道 你损不损啊 叶凡初不了解李黑水的行事手段 他的未婚妻是五行宫拯救的小女儿 他纵然怀疑 也绝不敢再次停留一步 这关系着他的未来 大湖中 欲州很多 但是这样的龙船却数量有限 被一些大教弟子定下了 他们站在船头 以神力驾驭 乘风破浪 来到了大湖深处 杀气 两人都感觉到了杀气非常的强大 不过并不是冲着他们来的 不远处 一艘神船比他们龙舟还要巨大 上面独立一个紫衣男子 背负双手 黑发乱舞 毛子深邃无比 李黑水惊道 天药宫的少主 在其对面 有一艘金黄色的大船 同样极其宏伟 如一座楼雀一般 上面也站立着一个男子 他身穿一身黄金战衣 雄姿伟岸 皮肤呈骨铜色 脸如刀削 长眉入壁 显得鹦鹉无比 李黑水黑黑的笑了起来 北渊黄金家族的传人 不说出圣地 但是这两人来了 就会有好戏看 不久前 他们就大战了一场 天药宫与黄金家族 叶凡也不是头一次听说了 在来圣城前 更是见到了 北渊黄金家族的人 越马横空 踏着众人的头颅而过 都是超级大势力 与圣地平起平坐 今晚上 坐等好戏上演 那边 也有一艘龙船 比我们这艘要大得多 似乎是大夏的皇子 叶凡望向另一边 没错 那个白衣出臣的小尼姑也来了 真是有意思 兄妹一起来这种地方 李黑水笑了起来 远处 大夏皇子 黑发飞扬 英姿薄发 身体战衣迅烂夺目 九道隆起缭绕身体上 他如天地临晨 极其神武 在他旁边 那个纯净的小尼姑 大眼睛乌溜溜的转动 对一切都很好奇 四处打量 很是纯真 叶凡一正 他也来了 岸边 一头黄金绳口 通体璀璨 如神火在燃烧 一个白衣男子端坐在上 风神如玉 儒雅中带着一丝英气 有些人 纵然站在茫茫人海中 也可让人一眼看出 他们像是上天的宠儿 想不引人注目都不行 江亦菲 这是江家的子弟 昔日 在南宇时把小婷婷 与江老伯带走 迎回了江家 叶凡对他印象极其深刻 甚至一度怀疑 江家的身体就是他 叶凡自语 小婷婷还好吗 江老伯如何了 时间匆匆 转眼已过去了四年 不知道那祖孙二人如今可好 叶凡和他们相处时间并不长 但第一次在这个世界 有归家的感觉 和他们相处的那段时间很温馨 黄金神后踏远而来 四体踩在湖面上 通体璀璨 江亦菲 白衣圣雪 一人一吼 格外的引人瞩目 像是神灵临晨 连李黑水都这样赞叹 这段人物一看就不凡 连李黑水都这样赞叹 你知道江家身体是谁吗 非常神秘 谁都不知道 李黑水摇了摇头 也许就是他 不会吧 李黑水吃了一惊 不多时 叶凡他们来到大湖极深处 薄雾缭绕 圣洁气息弥漫 湖水晶莹闪耀 像是来到了琼海 李黑水看向另一个方位 厉害的人物啊 来得未免多了一些 那里 有一艘乌光闪烁的大船 上面立着一个一身黑衣的男子 很是冷聚 一副巨人千里之外的样子 这是第三大口徐天雄的长孙 徐衡 为大寇子孙中的第一高手 所向披靡 是东荒年轻一代的决定高手 他就是徐衡 叶凡仔细打量 徐衡肌肤雪白 精盈 非常的特别 如寒霜 似冷血 不过 并没有一点阴柔之气 他锋芒内郁 如一把藏在窍中的神剑 女徒妃真够大胆 将他弟弟给镇压了 当心一些啊 千万不要让他知道 所有的船只都停在了大湖深处 因为堆满鲜花的凤船就在前方 半空中 天空璀璨 微额耸立 给人一不真实的感觉 鲜月阵阵 如同自九天传来 九名女子 偏然起舞 在夜月下 如上天的仙子来到了陈世间 舞姿曼妙 惑人心神 就是叶凡也不得不叹 修士中的美丽女子一入红尘 果然是神韵无尽 凡人女子 纵然在美丽动人 也不可能这样 凌空舞动先锋 对于许多人来说 这就是梦幻中的仙子 忽然 有人遇圣剑神光而来 照亮了妙玉湖 刹那而至 这是一个黄衣男子 英姿洒爽 很有气质 大言圣地的圣子 像一妃 叶凡惊讶 这些人怎么都不掩饰就来了呢 不对啊 李黑水也觉察出了异常 天妖宫的少主 黄金家族的传人 大夏皇子江家的人杰 大言圣地的像一妃 他们身后的势力屹立在云端 不应如此啊 该掩饰身份才对 没错啊 妙玉湾毕竟名声不好 这些人怎么会如此高调呢 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原因 两人一致猜测 定有妙处 不然这些人纵来风月 也会顾及声明 不会真身显现 忽然 天空中 月声止住了 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前方 安妙衣 白衣飘舞 迎风而立 不示人间烟火 似玉 乘风而去 曾幽多妙 损倒行 入山幼孔 寒诗情 世间安得双全法 不负无名 不负轻 天来之一 在夜空下飘动 蓝妙衣 青丝飞舞 空灵绝俗 神秀内蕴 玉骨天生 仙子无双 所有人都一证 妙 一定是指妙玉种种 无名是指大道 亲 是对人敬称 这几句的意思 显而易见 世间 安得双全法 安妙衣声音 动人心惊 美眸扫过所有人 他竟说出这样的话 所有人都惊讶 难道他想离 妙玉庵而去 入山隐世不成吗 想跳出 妙玉庵的这片乌泥吗